王室宁将成败论 为之顺逆是忠臣 司公一死而存在 获得南朝时春 大家好 我是梅南河龙王 今天继续战国无双一代猛江传的游戏节 终于迎来了真田幸村之章上路线的最后一关 大阪夏之阵 那时大阪的阪还是土司旁 后来在明智维新时 认为板子可拆作是反 有武士造反的意思 它改为左耳刀的板 说是夏之阵 但实际上是把东之阵和夏之阵合在一块了 和后面几座的大阪之阵一样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第一个把东之阵和夏之阵分开的 应该是编年史系列 大阪夏之阵 是日本战国时代的最后一战 真田幸村也是在这一战中阵亡 但是他在东之阵和夏之阵的出色指挥 以及最后带领赤背队的决死突击 使其获得了日本第一兵的美名 好 战国最高的大阪战 以后参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入战斗准备见面 本次将使用第六级武器 炼枪赫罗汉 这个名字只有在一代猛江传 和激战国无双中才出现过 从二代猛江传开始 原枪速剑屋的上级武器 就变成了神枪五十猛尊 除了姓孙之外 其他一些角色的最高级武器 也被改名过 当然也有一些角色的是没被改名 改名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不清楚了 六级武器的能力 都是固定的 这把武器能力值还算不错的 还是红莲属性 红莲也就是火属性 无论怎么看效果也应该是燃烧 持续掉血的 但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一座的红莲效果 类似于后座的裂空 是以附加伤害的方式 虽然没有裂空那样可以对防御的敌人造成伤害的效果 但附加的伤害值可是很高的 甚至是主要的伤害来源之一 因此 红莲就成了一代猛将传的最强属性 装备方面还是老五样 就不细说了 看一下人员配置 我之前也说过 这时的主将还是有名额限制 最多九人 这里只有八人 还有好几个有副将 这就意味着肯定有中途才出现 像这一关 果方的非初期配置人员 就是明师全灯 他只有在某个任务时才会出现 而这个任务本次不打翻打 敌方也是八个主将 非初期配置的是伊达正宗 这里其实可以发现 德川军中有很多不属于德川家的人 像上山景盛 前田立长 藤堂高虎 西川中兴这些 这些就是外样大名 德川家康在官员之战后 对各地大名根据和德川家的关系 做出了分类 分成了钦帆 土代 外样 外样大部分在同属德川家前 就已经是大名了 不能参与幕府的治理 不过藤堂高虎的意外 名义上是外样大名 待遇上是普代的级别 普代大名 大部分原本就是 德川家家臣 后来分封出去的 像景一 大九宝 本多 这类都是较早就一直为德川家卖命 清藩就是和德川家有血缘关系的大名 一般都是姓德川或松平 虽说这个分类是官员后才有的 但这种状况从封臣秀吉那时就有 早前信常的时期 反抗过他的都被灭掉了 也不接受他人的投降 他们的领地就被划分给了信常自己的重臣 所以信常是能称得上外样大名的 就同景顺庆一个 打仗时也是之前家自己出的兵就占了大坝 到了秀吉时代 他是只要别人投降 就能让对方保有封地 很少彻底灭掉对方 所以就有了很多还保有一定战斗力的大名 导致统一时 秀吉的普代家臣的领地 比起信常时的普代要少 而出兵时 秀吉也就经常命令各个外样大名一起出兵 一来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实力 二来是光靠自己的人拿不下来 剩下的待会再说 先把本官盖要讲一下 阵前姓孙粉碎了德川家康的野望 但上田只不过是局部的胜利而已 天下人秀吉以示 关于 家康在官员 将封臣旧臣击破 掌握了天下 而姓孙则失去了上田城 家康创立江户幕府15年后 决于征讨 势力依然不可小看的封臣家而出兵 相对的 真田姓孙为贯彻自己的正义 和德川的天下抗争道理 参战到了 封臣的根据地 大坂 特殊地点标上了真田丸 也就证明了 这是把东下二合一了 真田丸是在东制阵时建的 夏制阵的时候已经被拆除了 这一座的真田丸 要我来形容就是很有巴萨拉风格 虽然这是战国巴萨拉还不存在 属于那种看一眼就能明白 这绝对不可能是历史上的那种 历代中应该属 三代的真田丸造型是最贴近记载的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三代 但真田丸的造型是值得认可的 这一战双方的兵力比是 东制阵封臣9万 德川20万 夏制阵封臣5万5 德川16万5 从兵力的对比上已经足以看出几乎是必败之战 而将领上 封臣家普代家全已经没有什么拿得出手了 官员之后 战西军的都被改议 没被全收狗的也被大幅剑封 战东军而亲封臣的家藤清政被毒死 辅导正泽又不敢参战 靠的反倒是那些浪人众 这些浪人众是用秀吉一流的败产招集来的 其中有不少是原本参加西军战败后 被改议的大明或他们的家臣 像长宗我不圣亲是被改议的袁大明 真田姓村 毛利圣勇 明石全灯这些是加入了西军大明的家臣 后藤右兵卫是弃黑田家出走 这五人被誉为五人众 真田姓村因为和真田昌姓加入西军 官员后本来要被处死 后来真田姓芝找岳父本多宗圣求情才被免于一死 但昌姓和姓村被流放至九度山 真田家就被真田姓芝继承 真田昌姓在九度山失忆病死 据说姓村在此立下 弑取两代将军之首的誓言 后来大阪开始召集浪人 姓村带领父亲的一些旧臣加入了大阪方 姓村在这一战中绝对可以排得上第一 虽然有些人认为毛利盛勇的战绩最辉煌 德川秀忠的能力虽然近年来被重新评估 但影响力跟家康没得比 本次参战的外样大名基本全是家康搞定的 靠秀忠难以调动 甚至亲三中松平忠辉也跟他不合 他还特意杀了秀忠的人 而且这一战中松平忠辉还受岳父 一达正宗之意故意迟到 家康若死一达正宗肯定会说服松平忠辉带兵撤离 之后再教唆他和德川秀忠争权 上山 浅野 浅田这些 如果得知家康死死的话基本也会退兵 没了外样大名的兵力支持 只靠德川家普代的兵力就很难打下了 就算打下了 难保归路不会被先退兵的那些人截断 虽然封臣家的天下已经拿不回来 但这样德川的天下也就完了 天下又要大乱 战乱之势估计还要再持续个几十年 而当时封臣军的战略是 先和敌军纠缠 是家康本队前进 进到茶旧山附近 怎么又是茶旧山 日本到底有几个茶旧山 反正跟前几关的不是同一个 到了茶旧山附近 再由明石全灯 从家康本阵后方出入 以狼烟为号 真田毛利见狼烟后 和明石夹击家康本队 一举击杀家康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就会发现 毛利圣勇显神威的时候很不合适 一来家康的本队还离得很远 二来明石全灯 还没绕到敌军后方 事实上 毛利军开打时 幸村已经传令不要交战 圣勇本人也下令休战 可惜的是没能制止住 于是就提前开打了 虽然因为前野长盛的疑似反叛造成了混乱 但封臣军的奋战反倒使得家康停止进军 给了家康逃出的机会 所以这是在一个不合适的战机下战斗的 而幸村在这一战所考虑的只有怎么取胜 据说前野军道哥的传言还是幸村派人散步出去的 所以幸村才算得上是大阪之战的第一人 好了话就说到这儿 本次又是长篇大论 但是这些话呢也是我憋了很久的 不吐不快 现在就是我来的生命 天下 这些话呢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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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是贏的戦争的 我仍然是 家康的頭 真是 真是 我仍然是 我仍然是男 我仍然是好 真是 好看, 尼尼尼 第一个任务是引诱潜潜立场和松平中植到甄田莱群 这两个都是斗气武将 甄田幸酸这种引诱任务很多 三方圆上前程大阪都有 这个任务完成之后 他们身上斗气就会取消掉 同时甄田莱和松平中植 但是要注意甄田莱的这个炮火是不分笔稳的 而且是无视防御力的伤害 伤害大概是不到50点 如果正中红心的话 可能会受到两段伤害 那参军国奔炮出现 国奔炮的炮火跟甄田莱一样 也是无视防御力的 伤害低一点是40不到 也是郑重红心有两段伤害 下一个任务是 鼓励他的行动 有的甄田莱上面的驾驶员 可以直接一击打出来 有的呢就不能 如果不能打出来的话 就强拆 然后像这种 看来没有驾驶员的这种机的 可以在他旁边跳跃键 可以再打上去 普通攻击是射箭 这种东西打一般的敌兵的话 是很没有效果 但是在面对斗气这样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会比 效率会非常好 你看这就是 这个敌我不分的甄田莱 他的伤害还是很高的 正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甄田莱是怎么开火的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这个炮筒还左右两边 各有一座 这个炮筒还是 甄田莱的嘉辉 有文钱的标志 正好这个被甄田莱的炮火打飞了 这种炮筒 因为这个风格用在战国巴士上很合适 因为这个风格用在战国巴士上很合适 像这样的兵器 三位天下人之前 和德川都有一种 之前的是枪大头 下一个任务是回到我方本镇 刚刚说了 之前加的有枪大桶 风尘加有追击锤 德川加的就是国风炮 其中枪大桶跟国风炮 都是打掉驾驶员之后自己可以上去 但追击锤是不能的 不能驾驶 大野之场举业开门 有种长毛笔剩下 这时你就可以看出 他们这个时候人 还不都不能做到一条心 都这个时候了 还怀疑幸存会冲敌 刚刚说到这个兵器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算你下手和他 你之后的攻击还是会对他造成吮伤 因为他的名义上 还是比喻无尽有名义 只有一种对比喻无尽有名义 只有一种对比喻无尽有名义 那就是明智光秀的安静 从本位战里面 虽然自己的方位 是一种参加本位 你打他不会受伤 但是这种兵器 属于自己方位就会特别脆 打掉两条就会坏一点 打他好 哇! 這麼多人 沒被打到! 留一些敌将可以让他制造出更多的用 因为这一关是真千幸村拿五级武器的关枪 五级武器的条件是千人斩 所以有一些将可以用更多的兵 让他控制完成 要注意点 现在我见到的这个据点 如果要拿到汉旋马鞍的话 这个据点不能陷落 只要先乐过一次 那么就拿不到汉旋马鞍了 开门せよ サラダ雪村 秀吉兰様におめでおり願う 秀吉兰様にご出番を願うのか 雪村殿 我らもお手伝いだぞ みな 敵をくいさまよ 这拼板还是騎上 六级武器不加移動力 所以騎上这个也没太 也没什么太大差比 至少不能算是脱后手 这是文化两个回音 不用太管他们 路过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伙方本镇 请秀赖亲自出马 这样可以提高伙方的士气 秀赖亲自出马 接下来要应对一打正宗了 他一代的样子就是个小孩 接下来要应对一打正宗 独指日元正宗进入大门城 任务是这么小的 但除际上其他人如果是有大门城 也算失败 一代的一打正宗 拿着两把那招 然后会使用你们要独眼龙光线的招式 但是这个招式的使用度相当的 威力可以说是要多低 这个道具啊 这个道具啊 敵将军复权 撞撞了 狗狗 狗狗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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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 死亡 绣略 瘦雷 死亡 死亡 那些人都在那些人的攻击 那些人的攻击 那些人的攻击 封端效盖没能出阵 我听这个语气中就能明白 这有多愤怒 我听这个语气中就能够 紧张 这样也不能那么急 因为这把是要打开 如果不打不打算拿我的东西去做的话 那么你就直接就看看这个 这个我要是要把所有的东西我要完成了 要让速的 再做一下 打击 要打击 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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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好 再拒绝 再拒绝 那对了 这时可以注意一下 战败的条件已经变成了 真田幸村败的 也就是说只要玩家不死 因为玩家操纵幸村 只要玩家不死就不会输 器官大抵 别人 邰司 打架 萬一 散agens 好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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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彩哦 著這個 武器 突入敌方本阵,有两个可以从两个方向增加 一个是北寨,一个是西寨 就看两种各有的优势吧 北寨的优势是方便的适合打全面 因为完成突破敌军的任务之后 就可以马上到旁边去准备掉德川秀忠 西寨的优势就在于适合的千人斩 因为千人斩之后,5级武器输送部队以及西寨实际 像我这次是打算,既要千人斩又要全面 所以就只能先走西寨,打到千人斩完成之后 改变一下,服务伴藏的出兵据点 他从北寨处兴的武器去准备出兵 这样的话刷军的刷军会出兵 然后突破敌方部队 这任务总共需要消灭掉一百个敌兵 所以呢,出本阵之前 杀敌数量最好不要超过900 如果超过的话,那就直接刷满一千再进去 这样被避免被困在寨里 秦争有一个游戏 为什么你的战组 为了解如果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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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 我经常会演 report 秦争有的 大概是 刚刚看见那个小的不解道具 这个就是16连击的情况下 就打死不掉落任何道具的敌人 就会让他们掉落一个 赌20滴血或者赌20点无双的 小的不解道具 如果他本身是会掉不解道具的话 那么就可以将他掉落不解道具升一级 20的比如说本身就是升一级 比如说100的变成200 需要16人机 如果你带了何方本草书的话 这个条件会下降到8人机 其实刚才我就不应该去救毛利胜 因为服务伴藏的优先攻击对象是他 当服务毛利胜勇败走之后 接下来万藏的比较军标就是姓村了 和姓村进的据点出攻 最合适的据点是北门附近北寨附近的据点 那个据点的好处在于 他没有据点兵长 所以你不用担心 会不小心把据点兵长给杀掉 但是呢 据点都在于 这个据点只会猝 猝灌状的 其他人的兵会不猝 所以他把上边那个据点的兵消灭掉之后 他剩下的兵就会从南边 北寨的据点出兵 越来越看到人的跌游 哇 越来越远 太远 越来越到 一双的武将已经把我冲过来了 然后呢他们无视了我方还有一个武将 那就是长宗我不胜亲 这位是把边缘技能点满了 人都不得看 我就在这儿把这极箭给轻点 不用太急着打敌将 先让多杀点兴 因为你差不多要打到800多人的时候才能突入本阵 人都要趁现在刷兵了 因为进入了本阵之后 他就会让你补写 所有的补写道具都会消失 所以要趁现在刷兵了 所以要趁现在还可以充满的情况 所以要趁现在还可以充满的情况 他们带的兵也是可以充满的 每打死一个敌将 每打死一个敌将都可能会有说的出兵量会变少 然后再打死一个敌将 然后再打死一个敌将 你以为为凶件的敌将 你以为凶件的敌将 你以为凶件的敌将 七八 c아서下吹成技 拉線 走 三八 六 六 八 八 八 而且能 olun Sin 為了 是給icking 使用 所以 所以 alk 你如何 受到 era 你 幫他 快 an 嗯,你能做得更好 把这些兵清完之后 把这些兵的都担心 我去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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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敌人冲的差不弱 然后再回就回到北戴那边去打冰冰 这关敌人的特殊病准备很多 但是唯一好的一点就在于这关敌人没有道理 所以我们刚才是最烦人的 但是他的杀伤力根本很高 刀人这个杀伤力实在是特殊的 被一个连续用手的杀伤力 我在这关敌人没有道理 然后打到这个距离 这关敌人的特殊 特殊病准备 特殊病准备 此外编的病准备 这跟随便有的优先 所以我们从来尽量的用户 这样的故事 还是很 encanta 反正的一切 在这关敌人的惨户 还要快撒开 我的牌群才有殘忍太固定了 不知道我们把马也击过去 然后就压着这边的距离 马就先停了这 刷兵的过程呢 我最大的是要刷到850 然后这段过程呢 我就会把它给剪掉 或者加速度 看我的剪辑机会哪种走用的一种 是 如果不够的 好的 打够了 接下来我们从 绕格道 从西断进去 你之前打开 进入之后再打开的话 他这个就会消失了 被关下来了 这个任务是击破冲过来的疾风不罪 任务的完成条件是击破100人 那个已经消失了 这个有所谓 要注意 要注意 现在我们有多少血 就只剩下这些血了 之后不会再出现任何补血道具 就算你失掉连击 打死的敌人掉落也只会是加无双的 也不会是加血的 所以血要省掉 不仅有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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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有力 就算了 不仅有力 不仅有力 在这里要重点 出远和菲尔的行驱 出远的攻击力 还会有所谓 进入奖 有力 你不仅有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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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也在 这个箱子里就是五级武器 圆强塑建物的原始术术 然后先把发给老东西 要注意一下血量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那种补血的方式 说是没有补血的方式 就是我目前这个状态下 是没有补血方式 因为这种状态下 如果你用的是夜叉武器 依然是可以补血的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中断退出 再重新进就越有补血 就可以再次打出补血道劲 但是我怎么能用那么low的方法呢 这点血足够过关了 我记得再有一个 让属性上升 属性的等级上升并无上无双 然后我们可以这可以看一下 什么叫没有补血 就是啥这什么东西都不会出现 正常情况下 这应该会有一个补血的饭团之类的 但是出发了这个任务之后 就不会出现了 对了还有一点往说了 刚刚这个被敌兵包围的这个任务 是只有当前面的所有任务都成功了之后 才会出现 有一个任务失败 就不会出现刚刚的包围任务 然后去 现在我们去干净隔山秀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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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 鬼 来到来的 这个巨链也打下吧 不小心挨了一枪 只要想要是很严重 可以看到我方已经有友军已经先冲进了 得传家康逃了 这里可以看到 胜利条件原本是得传家康或服务伴藏击破 现在就只剩下服务伴藏 把他打掉就算过关了 但是这个状态上他还是很厉害 我用这种施策移动 把他打掉 攻击下来的差距 对 对 好 是 对 好 好 这个飞人是够讨厌 看他轻刀的 看他轻刀的 可以看到 刚刚的这一幕 没有显示战斗胜利的演算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军中除了作为配下的女人之外 只有长宗我不胜亲 跟到的最后 这个说实在是有点讽刺 因为长宗我不胜亲 在历史上是逃了 银阵脱逃了 但是最后还是被抓到处刑了 这一张打了43分了 但是我会稍微剪辑一点 像这个就是 岩枪速尖窝的原始数据 加的是体力无双 攻击力防御力 这四项 你要让它跟六级武器 你就能发现 本传的最高级武器的 数据还是不是很合适的 但是大洋师在本段 已经算是比较好了 天瓦は我手にあり 雪村も今頃半蔵が 服务尖区 你 写死 那是什么 右翼 秦王二天外星 雪村を止め 是傻子 是傻子 武器敦敦 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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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战国结束了 可以说在战国无双一 我才真正认识到 真田姓村这个角色 我最早接触日本战国 是在《泰格力之传》中 那一座的 真田姓村虽然有很多的专属剧情 但大部分是 真田石勇士将冠 和被留放至九州山的一座时光 由于《泰格力之传》 没有必败之战 封臣军的大百下之战也没多难 因为姓村打的话 经常是很普通的就打赢了 然后守风甲斧当大名 有一次试着遵从历史打败一仗 最后姓村是退到安居神社之后 德川军轰破安居神社 姓村散死 并没有体现出真田军出击的美丽 一直到玩到了战功双一 我才明白 这一场封臣军是有着那么的艰难 姓村的突击是着那么的壮丽 这一战也预计要打两遍 因为还有一个十一届军 但是这次就 从这次开始就不作为一个影片发布 将分为流程A和流程B两个影片 所以是为了以后的打算 因为阿国的圈中宝可是由流程完全不同的要打四遍才能完整展现 所以今后像这种需要打两遍才能打多次才能体现这一关的情况下 我会把它分成多个影片发布 然后这一次算是第一次展示这个结尾动画 那么本次就不跳舞 到下次出现的时候 就把它将这个节目跳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